若客區警方正在調查 萬錦市太古廣場發生的一宗蟹劫案 案中無人受傷 警方追緝4名疑犯 並呼籲目擊者提供線索 葉宛文的報導 萬錦市太古廣場一家珠寶店 昨天下午3點多發生蟹劫案 案發時一名新穿西裝的男子 進入珠寶店後隨即襲擊店員 之後3名同黨進入店鋪 搶去一批名貴手錶 疑犯之後開車逃去 過程中曾經有人開槍 沒有人受傷 若客區警方今日公布疑犯的詳情 其中一名男疑犯約二十多歲 啡色皮膚 高約五呎半 身形瘦削 身穿灰色西裝 藍色襲衫 黑色鞋 其他3名蒙面疑犯就身穿深色衣服 警方呼籲目擊者和知情人士提供線索 另外皮爾警方表示 已逮捕並起訴一名21歲男子 涉嫌今個星期二 在賓頓市開車時釀成一宗車禍 造成被撞汽車上的兩名女子重傷 男子被控兩項危險駕駛造成身體傷害罪 以及在沒有保險的情況下駕駛汽車等等的控罪 在賓頓市開車時釀成一宗車禍